国立台湾文学馆 是一个完完全全西式的建筑 虽然说它这个红砖 还是让人想到台湾的风格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柱子 包括它的这个顶 这个顶就让我想到蒙特楼的这种建筑 就真的很像 很像这种完全西式的建筑 是2003年创设营运的 还蛮新的 但是这个建筑呢是1916年就建造的 那是建筑师森山松之柱 那承袭了日本建筑师的风格 那段时间好像日本人真的很喜欢西式建筑 建筑出来一点都让人想不到是日本风格 真的是完全西式风格的一个建筑 但是非常漂亮 是免费入馆内 我本来以为还要付这个参观费用 原来是免费的 这里原来是日治时代 整个台南州的雅鼠 所以难怪它很大气 很漂亮 注意你被文学包围 这是书写台湾 这是书写台湾 文学的力量 书写台湾 好漂亮 好漂亮 好棒的一个入口啊 注意你已被文学包围 服帽那个时候 太阳花 对独裁者礼貌就是对自己残忍 有一个玻璃的玻璃的道路 就是踩在玻璃上面 下面应该是地基吧 应该是地基 很漂亮 你看我背后的这个圆拱的廊道 是不是很漂亮 就这种圆拱的廊道 就让我想到我在 鹅兰比公园里面的那一种建筑 我发现台湾好多这种圆拱的廊道 我非常喜欢 就好像是在 我记得在淡水那边 英国的那个领事馆也是这样的 就无论是白色还是红色 都非常非常漂亮 真的很适合网美拍照 我觉得网美在这里拍照应该很漂亮 余光中在1977年的时候 就因为立场亲近官方引发争议 但是你像我们中国人就不太知道 你像我们只知道余光中是一个 就是很棒的一个诗人 我们就不太知道有争议的这个部分 开始 是岛屿的和海带来的 这里的翻译很有趣哦 英文是翻译成一个 一个谦卑的开始 一个谦卑的开始 但是在中文里面 就只是初始 你看 始动 但是英文翻译成一个谦卑的开端 一个谦卑的开端 我们的生命就是传说 原住民族的文化 原住民族最早期的文学 你看这是很早期的环保的精神 和永续发展的精神 就是说呢 不可以在飞鱼迹外捕捉飞鱼 也不可以在飞鱼进食 捕捉其他鱼类 这是很早期的这样的一种 永续生存的价值 古典文学 是正经的教育体系开始的 你看这一首关于地瓜的诗 白话字 是这也跟巴克里牧师有关 用白话字刊载新闻 立志 文明开化的梦想伤痕 台湾年报 是日志时期台湾人唯一的原文机关 台湾新文学的崛起 看这里说到说 台湾新文学的第一批作品 看似当代的白话文相同 事实上就是融合日语和台湾话 等特殊风格的东亚混合式汉文 在世界文学中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不是说都用汉字 就都是中华文化 不是说都用汉字 就是汉语 那台湾的文字 台湾的语言 台湾的文化是自成一家的 就像美国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区别 就像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区别一样 不是说台湾用汉字 台湾就是中华文化 台湾是台湾文化 也是台湾文学 是台湾文学 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的嘛 它虽然在这里叫东亚混合式汉文 其实我觉得它应该说 就是台湾的汉文 台湾的汉文 你可以叫它别的名字 但它就是台湾的 是在世界文学中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1930年就开始了 乡土文学的论战 是指用台湾画写的文学 是否发展以台语为基础的台湾画文 那文学运动持续到1937年 直到中日战争爆发 日本政府全面禁止汉文 就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我的观点 就是说都可以 就是用台湾画写文章也可以 但是用汉文 或者是华语 或者是国语 写的东西 它也是台湾文学 它都是台湾文学 它一样都是台湾文学 职民的现代性 尽管是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掠夺 但是呢 也透过教育和建设 带入了近代的文明 那 那典型的代表就是火车 那日本的殖民带来了压迫 但是也带来了文明 但是现在 中国向全世界输出的殖民 只有压迫 没有文明 只有压迫 没有文明 战争时期的文学 所以那个时候呢 因为中日战争爆发 日军入侵东亚各国 其实也是因为当时 日本的军国主义抬头骂 军国主义占据主导 导致台湾总共府 推动所谓皇民化政策 以日语为单语言推行 这个国语常用运动 废止汉文科 但是这个时候呢 也出现了新时代的作家 用日语来创作 以日语殖民者的语言 用文学发声 其实台湾 无论是在 政家的统治的时代 还是后来在清朝统治的时代 还是后来的日本统治时代 包括国民政府 国民党统治的时代 你都能看到台湾的 一部分人 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跟殖民者溢价 就是 他这个 他这个接近于一种 讨论 和商议 甚至是一个 negotiation 谈判 你能看到说 台湾人从来没有说 很顺从的 就是去接纳这个命运 去忍受这个命运 不是 台湾人以各种 无论是农民的抗争 还是你在这里看到的文人的抗争 台湾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 不屈服 不完全的 全部的去接受 这是台湾人的精神 抗争才是台湾人的精神 你看在那个时候 日本政府 他也会越来越激烈地管控言论 查尽各种 跟政策不顺从 不顺从政策的书刊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仍然 以台湾作家张文桓为首的 一批台湾人 他在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 也仍然他在反抗 他在消极地回避皇民化的运动 1945到1980年 是智西年代的游击战 你的记忆都不算数 被操控的文坛 嗯 反共文学笼罩的1950年代 那仍然有一批作家在描写台湾 特别是台湾文学史上 首次大量出现的女性作家 嗯 本首级作家 虽然 多数 因为被迫改换书写的语言 而停笔 但是呢 但是呢 嗯 留下了一线生肌 嗯 即微细的一线香 台湾文艺的创刊号 是吴卓柳创办的本土文学杂志 还有另外一本本土文学杂志 历史堂 美国新闻处于现代主义 哦 美国永远都是一个窗口 嗯 原来这就是年来来来来才到 去去去去去美国 嗯 三毛 旅居萨哈拉时期的汽车车牌 三毛 其实我还蛮喜欢三毛的 嗯 你看这些古老的砖墙都被保护起来 你看这里是一个室内的空间 这是一个室内的空间 但是它把它完全的 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 这个砖墙 保护在了室内 然后这一侧呢 是属于现代的 你看到这种现代的建筑 而这一侧呢 就是以前古老的这个砖墙 很漂亮很漂亮 像这种现代和古老之间的对比哦 以这种方式把古老的砖墙保护起来 真的很棒哎 真的很棒哎 台湾 台湾真的很棒 很厉害 他们也有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 就在鼓励台湾文学馆 你看这样的现代的建筑 把古典的建筑保护起来 你看这个空间里 现代和古典的这一种配合 这边完全是现代的 现代的风格 然后这边就是古老的砖墙 是不是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我发现他们的展厅的入口 都布置的非常漂亮 你看它有很多植物 它仍然是体现 人与自然嘛 人类动物 这些关系 所以它的入口处是很多植物 非常漂亮 你看它的入口 它的入口 这样白色的墙壁 非常非常漂亮的这样的植物 看是不是很漂亮 这拍照起来超漂亮的 哪怕是为了拍照 你们也可以来 也可以来国立台湾文学馆 嗯真的很漂亮 成为人以外的 台湾动物文学特展 你看它的布景 它的出用窗子 和这种植物制造出来的这种意境 都漂亮 都漂亮 石虎 黑熊和云豹 是台湾动物书写的神秘之心 石虎很漂亮 黑熊很漂亮 云豹也很漂亮 你看它到处都是放了植物 嗯 跟整个展览的主题 跟整个展览的主题特别的搭配 你看我后面的这些像剪纸一样的设置 漂亮不漂亮 超漂亮的 我跟你们讲 你们穿一些漂亮的衣服来这里拍照 超美的 超美 你看这些布景 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 好多 哦 媒体的作用 媒体的作用 哦 它是有的名字 被隆屁是关起来的 被观看的对象 如果可以成为人里外的 嗯 大家想成为什么生物 在这个票选里面 应该大部分是台湾人吧 嗯 857票选了 猫 然后我看到比较多的 嗯 还有 老鹰 大家很希望成为老鹰 嗯 这是排名第一第二的两个 就不知道为什么 狗只有279票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大家很喜欢狗 但是不想成为狗 大家 比较想成为猫猫 嗯 比较想成为猫猫 嗯 这个想法很有趣 哎 你们喜欢狗狗 狗狗 但是并不想成为狗狗 嗯 对 很多人想成为原爆 612票 嗯 那 对 看上去 你们最想成为的是 猫猫 老鹰 还有 云豹 还有虎精 想成为虎精 对 135票 嗯 对 很有趣 大家明明这么喜欢狗狗 但是只有279票选狗狗 对 那我呢 当然 嗯 我还是会选 猫猫 对 我还是要给猫猫贡献一票 艺文商店 嗯 也很文艺 哦 这是文艺青年必来的地方 国立台湾文学館 文艺青年 大家一定要来 嗯 真的很棒 非常非常棒 你看多漂亮 你可以在这里坐着 待着 嗯 然后旁边就是这个 这个古典的建筑 漂不漂亮 超漂亮的 观众休息区 这个桌子好漂亮 你看它是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结构 对 就好像把它扣起来的 对 好漂亮哦 而且你看它这个椅子也很特别 你看 它的椅子是这样的 嗯 很漂亮耶 看 很漂亮 的桌子和椅子 台湾的文艺青年们 你们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超漂亮的 有没有 你看这个灯 这个灯也很可爱 厕所里头 马桶文学 厕所文学 哦 我觉得真的 真的蛮 蛮好笑的 对 在厕所里面还可以读诗 对 这个是台湾人的 嗯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在马桶 嗯 蹲厕所的时候 毒湿 嗯 很可爱啊 看 伯利台湾文学馆的 外边 那边还有一个消防局 也很漂亮 这个建筑也蛮漂亮的 文学馆门口这两棵树 嗯 也很漂亮 我们到的比较早 很舒服 看展也没有很多人 但我们出来的时候 发现蛮多人过来了 嗯 所以其实要来看展 嗯 还是要早晨 哈哈哈 人比较少 是国立台湾文学馆的侧边的建筑 嗯 很大耶 看 很大的一个场馆 外面的这个 这个 哈哈 休息区吧 这种休息区 休息的地方 看 上面这些文字都是关于吃的 说 猪大肠若说出食材 恐怕会吓坏日本人 你们真的好爱吃的呀 哈哈 圆滚滚的润饼 炸排骨占金菊酱 台湾真卫文学展 哈哈 我觉得这个展览应该很受台湾人欢迎 应该会很受台湾人欢迎 台文馆啊 国立台湾文学馆简称台文馆 看这个车站 居然有 居然有充电孔 有充电孔 而且还有WiFi